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ang 上次呢 我们拍了一部关于Vicky抽海豚的影片 最后是用了428包抽到了海豚乐乐 当时下面的留言区就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 有一堆三包五包路过 可是也有很多人抽超过一千包也抽不中 这不禁让我怀疑一件事 一千包抽不中的人大多是事先准备好一千包 然后一起抽 可是三包五包中的人理论上身上只有少量精细礼包 才会记得那么清楚 或许抽中海豚的几率与总共抽几包无关 而是与身上剩余的礼包数相关 身上剩的礼包数越少 就有越高的几率抽中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 所以今天决定要来小心的求证 测试用不同方法开礼包 是否影响开到海豚的几率 那因为上次Vicky一共用了428包抽到海豚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500包惊喜礼包 但抽的方式改为一次抽五包 看看用这种方法是否能在428包内抽到海豚 那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实验 这种方法是否能在428包装的几率 好的,我剛剛一共測試了100次一次開5包 結論是身上剩下5包的時候沒有比較好中 大家一定會想問,雖然抽完500包了,但還是沒有抽到海豚呢? 怎麼不繼續抽呢? 所以各位應該還記得這個染缸 從明天開始,我要繼續上班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測試 雖然有人會說,只要是個純正協同的非洲人 不管用什麼方法抽都沒有 但是我要說,為了移民我可是非常努力呢 哼,我絕對不會輕易的向命運低頭 有沒有突然熱血起來了 那就讓我們一起熱血的飛下去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更新奇的方法可以助人脫飛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給大家 我是Tank,我們下次再見 秒之 pam container 3 5 4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